这是一期严肃的视频 看完这个视频 请把它转给你最关心的大女生女 我们经常会把女性分为ABC三类人群 大家会发现我们生活中 B类女孩单身的比率是最高的 这个不是我说的 有相关的数据统计的 有房的女生单身的比率会比没房的高出30% 为什么会这样 很简单 女生的个人价值 在男人的眼里没有多大的变化 但是女生的要求她变高了 所以她的择偶空间被自己的房子给压缩了 不仅仅是房子 女生的工资 女生的能力 包括女生的家庭条件 她们的这些所谓的优势 如果没有长相的加持 那无疑就是这些女生在缩小自己的择偶范围 所以大家会发现一个现象 凡是长期单身的女生 多少都有一些优势 反而那种真正没车没房没长相 而且家庭一般的女孩子更容易结婚 那种有车有房有事业长相还很优质的女生 追求者都很多 也很不容易单下来 真正剩下来的都是那些倒好不坏的半吊子女生 高不成低不就最后就单下来了 你们要想脱单一定要记住我说的话 男人谈恋爱只看脸 结婚更看重性格 你的经济条件只能是你的加分项 不是你的优势 你的年龄和长相 才是你在婚恋市场里面的优势 你的性格才是男人是否选择和你长期合作的重要竞争力 你只要搞清楚这一点 相亲一定能成功 相信我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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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